接下来再去看一下 昨天喷了药的红肠花 那个牙虫有没有被消灭 来看一下 这之前是这种黄色的这种牙虫 现在全部变成这种黑色的了 已经是死掉了 感觉像壳一样 所以说这个牙虫我还是不怕的 真的用这一个皮虫林喷一次就能把它搞定 根本就看不到糊的牙虫 所以就是发现的越及时就要越早的去喷药 那么对花的这个损伤就会更小 再去看一下这个茉莉花 茉莉花第一波花已经开的差不多了 要稍微去给它修剪一下 这个茉莉的花期也是比较久的 它也属于这种开完一波花又会继续开的这一种类型 大家看之前这个花的话最早开的这个已经开败了 因为没有及时给它修剪 它都已经干枯掉了 而像这一个的话才开没多久 还有一些的话花朵已经掉掉了 像这一种 像这个开到末期的话 这个茉莉花竟然会变成这种红色的哦 挺奇特是不是 像到这一种情况的话就要及时给它剪掉 这样可以节省这个营养 让它第二波这个花蕾赶快运出来 那肯定有花有想知道这个茉莉花开完花之后要怎么修剪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大家看这一个 像这一种的话这两边是不可能再长出这个新芽来就没办法开花 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剪 那么到时候这两边的话就会长出新芽来又会开花 所以剪的是很简单的哦 像这个剪的比较早的话就可以直接把这一个花朵给剪掉 大家可以看这个底下的这两片叶子这个地方有没有芽 如果有芽的话就给它留到 没芽的话就再往下剪一堆叶子就可以 像这个的话就没有 因为它两边都之前就长出来开了花了 所以就要往下剪一堆 所以这个修剪还是比较灵活的 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来判断 这样就差不多了 除了修剪之外的话 这个肥也要跟上 那么这样第二波花的话才能开得更薄哦